也许开始不明白你目光 眼神里带着分倔强 每当想起你 就像在拥抱着暖暖的阳光 直到我再次遇见你 趁机都透天美的想象 我心中只有你 就像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 奔手奔脚的我 一看到你的眼睛就会发光 请原谅我的心脏笑容乱撞 不知道为何对你如此的迷恋 像假扮沫一样 爱情有人做不计方 跟随着思念的风白的 再来不及细小 思念的风吹向何方 有你的地方 追破在心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李总 您可以说请进之类的 温大哥 请进 我还没适应这种作风 毕竟以前要没办公室 小李总 这什么 银行寄来 贵公司在我行借款将于近期到期 这不就是下个月吗 温大哥 你先坐 请及时缴纳资金 这是银行的催款东志涵 催款通知 催款 怎么又是催款 都是催款啊 再看看这个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 我们还要提前还款啊 还好 只有一家银行提前筹回贷款 积极应对就行 怎么个积极应对法 我能做什么 我一定全力配合 还钱就行 我们现在多少钱 小李总 我先宏观地向您汇报一下 集团目前的情况 让您心里有个底 你别您了 正常一点 目前集团的负债率 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大概是多少钱 我没有概念 这么说吧 您现在持有的集团股份 大概是值两百亿 这么多 妈合着还不上呀 而宽地目前线下的债务 一千多亿 这也太多了吧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 负债率百分之八十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把宽地全卖了 还完钱以后 还剩百分之十几的钱 不能这么算 别的不说 现在宽地的股票跌停 而且之后大概率 会连续跌停 您现在的两百亿 就算抵想状态下 全部有人卖 也卖不到现在一半的价值 也不用这么灰心 也不用这么灰心 我刚上任 我爸进了公安局 我舅舅非安晚期 男朋友欺骗我 姐妹不理我 现在又被银行抽胆 欠债十几个零 也不算没有 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 目前宽地欠的一千多亿 是人民币 而不是美元 会不会好售价 好 知道了 还有个话潇潇告诉你吗 我不想听 关于云霞村的 云霞村又怎么了 也没什么继续停工 不过我们向工厂追加的盒子 也没那么快交付 目前停工的损失有点大 就集团的资金状况来说 有点不好承受 说完了 还没有 剩下的明天告诉你 怕你承受不了 我能请计阅 必须应不同 我估计 我把估计 хозяина above 是 他们等 Cassie 让我们到达了 他们在海里 是 上周五 我是人民检察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上半年查处的 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案件 会上披露 宁波的两家房地产开发商老板 因涉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犯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目前案件进展如何呢 本台记者来到人民检察院 调解情况 在这里为您做现场报道 该自首的自首 该被抓的被抓 我现在连仇恨都不该有 我还剩下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仇他们被抓起来了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一起吃个饭 没时间 再忙 你总得吃饭吧 来 来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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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李俊这次被刑拒 宽地集团负负怎样的责任 怎样 当年福利院事故 其中一名死者据说是建筑师 万青的家属 请问这是事实吗 这些问题我来回答吧 我就是万青 万青 清华养的万青 请问当年福利院事故 您是他手的家属吗 是的 受害者万诚 是我父亲 那么您现在从事建筑设计师 这个行业 和您父亲的死有关系吗 请问您能正面回答一下吗 对啊 回答一下吧 对啊 回答一下吧 对啊 回答一下吧 您先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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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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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走 这不是回你家的路 这是回你家的路 我知道 你要回我家吗 我送你回去 如果你不需要 我在前面路口就放下你 需要 需要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会在宽地出现吗 你出现在哪儿 是你的人身自由 不用跟我交代 总之 我没有乐意 有点吵 我能把音量调轻一点吗 好 你不要来 我又给你站住 你怎么会担心 你是说老师 对了 别人有点满意 没得到你 你不想不建议 我给你帮我 他没得到你 他已经停摆了 别人啊 我已经停摆了 你什么时候 你不是多亏赌 我跟这人湾 有钱 还没得到我 这人就失去 你 你明天有空吗 没有 我只是想带你去拿盒子 那些盒子在我手里毫无作用 你总算看我了 为什么突然愿意 把盒子给宽地了 不是给宽地 是给你 你想怎么用 随你的面 你在担心什么 明天我会让一鸣跟你唏嘘 只有你能去 别人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比较好骗吗 宽地事情多 我走不开 一鸣负责这件事我很放心 不过 我会安排专门的质检人员 等质检报告出来了 确认盒子没有问题 在运回工地 我们会自己联系车队 好吧 你想这么做 随你便 好 谢谢 我们也认为他 这是 哲拔 我没有骗辑他 我没约他 他只是高兴 你不想什么 我没约他 不知道他在这儿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你没有一样的过去 这是别人比不了的 能成为朋友很正常 你赶紧下车吧 我不想下 一半 来 我来 可可 可可 甲可 我不想看见你 那件事我有什么错 我被别人当作报复的筹码 他们伤害我 愚弄我 这些我都可以慢慢释怀 但是你不一样 你怎么能恨我呢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心情 就这么脆弱吗 亲情没有很错 亲情很强大 我哥虽然离开了 正是因为他对我的疼爱 我才尝到今天 所以我无法面对跟宽地 跟李俊有关的一切 只要我看见你 我就能想起这些年 我在你们家 我像个傻子一样 把你李天真身边所有的人 都当成大恩人对待 你跟狗汉孙叫舅舅 我也跟着叫舅舅 可你李天真知不知道 这一声舅舅我喊了九年 九年 九云 你想问什么 我担心我伤害他 我担心我伤害他 我本以为今天 是我 和你万青 都可以庆祝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连陆一鸣都没有办法 完全理解我的心情 没有办法跟我共享 但是你可以 怎么 担心我伤害他 我就伤害他 怎么了 刚刚是你没有拿完 用不着你替我解释 他误不误会 我不在乎 李天真今天我告诉你 PPT的照片是我换的 之前我没跟你说 是因为我对你心中有愧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讲我所为 家无所谓 你 明白 如果没有爱 不如离开 明白 失去了的爱 还能再重来 处理在这城市的人海 没人想没淘汰 相爱 从来都是那么不容易 请不要 你还有什么计划 从媒体出现 再到可可出现 你装出一副 要保护我的样子 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菜都凉了 他等了你很久 吃的 喝的 全都有 我爸自首 对于你们来说 是该值得纪念的一天 你们确实应该高兴一下 你还敢给我打电话 天真和乔可 刚才在我家门口碰到了 他们现在情绪都不稳定 我现在在出租车上 跟着天真的车 乔可那边 你注意点 他们两个在孟元家楼下接着 小林 天真是 大吉川 老师 小林 夏天 小林 军 老师 小林 咱们从头到头上 通过渴儿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喂 我在楼下便利店呢 喂 又在抓保里的红包呢 换电的东西 不要 这个有两个 你一个 我一个 硬核情侣帽 跟你说件事 你要是不怪我 我就收下 你尽管说 我肯定不会怪你的 楼核情侣帽里 丁老师和媛媛姐拥抱照片 我放 当时我就是想让天真 离开新门城 我以前想着 我再自责 再愧疚 我一会儿扛着 不跟任何人说 尤其是你们 跟你们说有什么用 我自己舒坦了 你们该有负担 现在好了 现在我对天真 没有任何的愧疚 对你呢 别开过去 干干净净 重新开始 你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孟严吧 你知道啊 什么时候知道了 很早之前 有多早啊 孟一鸣 你告白那天 我正好在孟严的车上 觉得我很可笑吧 想知道她怎么拒绝我的吗 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人 像她那样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可能她心里只有李天真吧 刚才我不小心把饭盒 撒在地上 她赶快跑过来 护在李天真面前 生怕我伤害她 可是 要复仇的是她孟严 宽地出事了 第一时间跑在媒体面前 挡住李天真的 还是她孟严 以前我以为 我输在才华 如果我要是有李天真 那样的才华 也可以吸引她的注意 后来我发现 他们俩挺般配 挺相爱的 所以我就退出 我诚心地祝福他们 真的 之后我什么都没干过 但是我想多 孟严对李天真的爱是什么那种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会介绍一丝一毫 你为她真的很爱李天真 是 天真总是那么容易 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啊 她有独特的才华 我没有 她有独特的宠爱 我也没有 就连应该恨她的人 也没有办法不爱她 唯一一个可以跟我感同身受的人 是她的爱人 唯一一个我可以信赖 依赖 唯一一个可以保护我的人 是她可可 我发现好像 十四岁以后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天真给我的 温饱 无言 家庭 亲戚 以及现在的痛和恨 都是天真 很可笑吧 你总是计较 别人得到什么 自己失去什么 因为你根本看不清楚 自己得到了什么 别人经历了什么 这个安全帽 就算你不稀罕 我也要送给你 以后在新北城 万一要出入工地 你都得带着它 你想要的 我可能给回了你 但是我能做的 就是力所能及保护你的安全 但这件事 你只能自己想清楚 没人想被淘汰 相爱 从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 请不要轻易放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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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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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谢谢 你干吗呢 这是我家 我知道 所以我才要把我妹的东西拿走 这又不是她家 她让你来的 对 当初你在饭局说的那些话 把她给伤透了 很有复仇的快感嘛 你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你以为她会回来啊 不可能 做梦去吧你 对吧 我一会儿把我妈的字画也拿走 你不用真心硬的 出来 你干吗 动手是不是 你 你动手是不是 站住 疼疼疼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粗鲁 行 东西我不带走啊 这个我也不带走 你都是自己看 你没事站着 多看看 多学习学习 我实话跟你说吧 不是我妹让我来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倒想看看 把我妹伤成那样的人 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 还有 你家的密码到现在都没改 如果把密码改了 就真没希望了 起码现在 我还能幻想着 有一天她还能来 第一次失去亲人 是别人造成的 第二次失去 是你自己 上一次你可以怨别人 但是这一次 只能怪你自己 你做这么多事情 你不后悔吗 对李俊不后悔 对他 我不会让他一个人面对的 宽地 云霞村 还有天真 现在的情况都很恶劣 我会想办法回到项目 原则上 中标的是你和天真的设计方案 这是你的工作室 你要是想回去的话 也没人拦得住你 确实 但如果他不愿意 我也回不去 他现在没空想你的问题 宽地有很多事情 让他处理 你要是真的想挽回 你能不能拿出点诚意来呀 他已经没办法再相信我了 我只要待在工地 就会让他不安 我把那些盒子给他 他就觉得我有阴谋 你说你把人知 你为什么要多订那批盒子 宽地的那批盒子 一定会出事 工厂有我的订单 李军肯定能找到 这样他就会来求我 我可以拿那批盒子 去逼一逼他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回忆 我就打算当着他的面 把那些盒子全都烧毁 摧毁掉他最后一次希望 因为他自首 算是留下了这一批盒子 不是 是天真 上一次他到我以前住的地方 去找我 告诉我 他想抢救 我们心底的那块灾区 那次我就决定 把盒子留下来 因为我突然发现 那片灾区里有他 我花了很长时间 想着怎么去报仇 可是复仇之后 我的人生该怎么继续 我还没想过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计划毁掉一个人 可现在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想办法治愈一个人 但是能救人的 不是病人 是医生啊 没错 所以我现在要成为一个 能治愈他的医生 我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下来陪你 不行 不行 我去睡他书房 不行 凭什么 我还保留着他走之前的样子 任何东西谁都不能碰 你是不是有病呢 我是有病 反正你不能睡 你只能睡这儿 去哪儿 我去睡你的床 你这种人呢 不适合睡床 适合睡沙发 这是我家 弄不住了 我现在收拾他东西 马上走人 等等 你睡 你睡 我睡书房 我去洗个澡 晚安 我去洗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前方记者杨帆 大家所关心的狗某玉协案 犯罪嫌疑人 目前已捉拿归案 据了解 之前瞒报多年前事故的 安D集团前董事长李俊 也为本案提供了有效信息 案件持续调查中 后续情况本台将跟踪报道 你要去哪儿 回公司 要搬到坤地去住啊 以后沙发就是床 妈 以后我每个周末 都会回来陪你吃饭 能熬过来这段时间 你放心 你安心地去工作 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有空啊 就去看你去 来 妈 您不用担心 我不会倒下的 这段时间 你要实在没有胃口 至少也应该把觉睡好 不然会生病的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不给子女添乱 不用为我担心 走吧 那我走了 我都继续 sliding aste 睡拇味 睡再睡吧 孩子 stylist you know me 妈 我走了 注意安全 莓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总是计较别人得到什么 自己失去什么 因为你根本看不清楚 自己得到了什么 别人经历了什么 早啊 天真 你怎么来了 原来你也有今天啊 碰你这么好玩 又变了 我有饭 我特意为你做的早餐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没有跟你下毒 我现在不揍你 全是因为给李天真面子 我让你在我这儿吃喝拉撒 只是因为你是他哥哥 谁稀罕你在你这儿住啊 你让我在这儿住 我还不愿意嘞 喂 天真 没问题 好的 再见 妈 都说什么了 很多事 什么事 我告诉你 你也没问问他要没有吃早饭 关心一下他 在家有我妈照顾 在公司呢有温大哥辅助 是个人都能把他照顾好 人家特意为你做的早餐 你多少吃一点嘛 吃完之后呢 带我去看一看盒子 我一会儿把地址 还有仓库钥匙给你 你自己去 我约了人 行 他到底说什么了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儿 你这他什么人 三百万的大仇人啊 你相信不相信 很快他就消失了 你就算他消失 你也是三百万的大仇人 别走不见着这种动作 你不吃了 我还没刷下洗脸呢 这么早找我来什么事啊 电话里不能说啊 不是不行 说了你可能更睡不着 说吧 最好能提事 想灭口龚汉森的凶兽 已经抓到了 不是李俊干的 就这事啊 都对你开始 李俊虽然没有杀人 但之前隐瞒事故 也不算是小事 宽地依然摆脱不了危机 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怎么 后悔对宽地下重手了 你凭什么觉得 这事跟我有关 专利是你的 你昨天刚刚宣布 你是万青 真让我感觉到惊叹 李俊最有应得 我不后悔 但宽地如果 宽地如果破产的话 员工收不过了 你现在 又想打造什么样的人设啊 我跟你认识的时间 也不算短了 你什么时候体恤过员工啊 我从现在开始不行吗 让我想想啊 现在人是伤的伤 求的求 宽地这个烂摊子里边 是哪个可怜虫最煎熬啊 你不该讽刺他 尤其在我面前 你们的事我没兴趣 找我什么事 直奔主题 简单来说 找你帮忙 我要保宽地 这么大的事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你当然不行 但是以你在地产圈的 社交能力 你应该认识 能行的人 我讽刺他就不行 你讽刺我就行了 别拿自己跟他比 求人帮忙还心高气傲的 我不会做超过自己 价值的事情 敢做 说明值得 像这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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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家的事情 这間众的着 你有一家 pneumatic 必须要保重 如果您只能帮您的 以后有两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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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 克林 正常预期 市场对消息还没消化 小李董 散会 散会 小李董 他就这么走着啊 连去解释也没有 就是啊 天真 怎么这么着急啊 股东们还有问题呢 问了我也回答不了 我只学过一天股票支持 真是为难你了 放心 我会尽快收息 我会帮你的 有问题 随时找我 温大哥 你大概讲讲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吧 股票方面 除了跌停 有七家金融机构下调了宽地的估值 预期估值 最差达到了五个跌停 还有三家评级机构 将宽地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 之前合作的银行 也暂停了项目贷款 再受楼盘 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啊 没错 销售回款会非常困难 有些期房业主 已经开始退款维权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宽地的收入几乎断绝 支出方面呢 之前为了扩产 公司发行了许多可转债 现在的情况 已经违反了交叉违约条款 公司需要提前偿还贷款 股票也需要预留大量回购资金 以振交易者信心 稳定股价 又要提前还款 集团现金储备怎么样 远远不够 而且许多在建项目 随时会陷入资金链 断裂的危险 在建项目有多少 全国一共七十七个 不过大部分项目 都有多家地产公司想要接受 听上去像是雪中 送炭实际上是趁火打劫 那也没办法 咱们宽地的项目 在位置和质量中都属于上场 现在这个情况向专售啊 只能是平价出售 真是讽刺 因为质量事故 遭受谴责的宽地 在行业中 竟是质量中的佼佼者 这件事交给你去安排 交个合适的都可以约谈 对了 云霞村是不是也在那七十七个项目里 对 曾经这是集团最重要的一个项 现在做不做我去 这个先留着 我慢 嗨 抹一天惊讶地发现 再无法控制自己 躲开你温柔涉眼 镜子里天真的笑脸 彷彿是你在对面 给我阳光般温暖 啊 依然 对你的疯狂 我无法阻挡 啊 不变 思念像条线 吸在心间 啊 依然 对你的疯狂 我无法阻挡 啊 依然 思念像条线 吸在心间 啊 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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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